而今年六都的上半年 不动产的交易金额是大幅成长 是直逼兆元 北台湾下半年就有九个指标型的建案 是陆续登场 总案量是超过一千五百亿元 不仅很多都是大坪数的推案 还有不少是都更案 专家就预期 接下来房市有望越来越热络 钻石切面玻璃帷幕设计 三大洞三十一层楼高了大楼 就住立在台北市的黄金地段 忠孝东路上头 银架跟施工部还没完全拆除 但建筑物的外观大致上已经完工 正义国宅都更案耗时25年 终于即将完工 这栋建案位于北市忠孝东路上 总销金额达到400亿元 是今年北台湾九大指标建案里面 总销金额最高的一间 每坪开价250万到300万元 坪数约150坪 另外北市豪宅王在文山区的造正案 同样也是大坪数 开价78万元到88万元 今年下半年倒是没有吹小宅风 百亿大案先来打头证 北台湾九大指标建案 总案量高达1578亿元 台北市四家 新北市则有三个百亿案 双北就占了七笔 而且大部分都是都更案 建商也发现地盐性买盘出楼 房市的买气已经逐渐在回温当中 所以建商积极地推案在抢攻这一波的买气 所以预期这些接下来的房市 会越来越趋于热络的一个状况 928党期先来热身 还有不少是目前只是第一起的案子 像是基隆的新衡兵 先开出两区总户处将近千户 北市文山区的原力森活庄园 共有260户住家 新竹的爱山林宝山案 则是当地开发规模最高建案 如果能趁着现在口袋还允许的情况之下 购物能力OK的话 当然现在就可以买了 整体看起来未来这一波多头 应该可以走个两三年没有问题 有需求的民众 如果现在买的话 应该算是一个相对良好的一个时机 六都上半年不动产交易金额直逼兆元 比去年同期成长75% 高雄交易总额涨幅94%最高 逼近翻倍 新北市也很旺增幅超过八成 房市交易回温 各大建商下半年都要预备从此 东森财业新闻张博想林浩宇台北报导 优优财同碟 优优独播约